好了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好了好了 不哭了 给你擦擦 还真被你说对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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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个柳随风 你还抱着 我所找 起来 好啊你 我们在这儿拼死拼活的 你都跑这儿清闲来了 是吧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们这边呢 你也走 老柳 这字真的不是兄弟说的 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学话问柳 我看啊 你就不该叫柳随风 应该叫柳随风 蜜蜂的风啊 你也怎么知道 我的乳名就叫小蜜蜂 你 你忘了我教过你的 办案呢不能用蛮力 要用这里 好 那你说说 你查到了点什么 是查到了些东西 不过还有别的事情 我要找人确认一下 少来了你 你就是这道女人走不动路 还在这里狡辩 好了好了好了 以何为贵嘛 现在呢我们三个都到齐了 走 去衍政府上查案吧 你们去吧 我不去了 方才有一位叫春梅的姑娘 我还没有问到 现在我要去找她 给我站住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去啊 我们走我们走 这个大色狼 窦城 咱们可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大家都在查案 殊途同归很正常 好你个死窦城 没想到你脸黑心更黑 刚才我们还在杨夫人那里 替你套话 没想到你一有发现 就立马丢下我们 大家本部署同一个衙门 而且窦某没有义务 向你们汇报什么 之前说的联手 也仅限于在杨夫人那儿问话 你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办案吧 那最好 窦某求之不得 没事 我就不信 咱们剩不了她 我们仔细查 绝不能输给她们 北斗司大理寺 怎么会联媚而来啊 我们 下官窦城 大理寺平氏官 此次前来 是为杜之判官杨大齐之死 一案而来 你说什么 杨贤帝他 他死了 怎么 杨大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老夫月前已经尚书其害故 幸得陛下恩准 昨日 我去杨家下杨贤帝辞行 我这边收拾行李 还没出过门 我怎么能得知消息呢 杨贤帝他昨日还好好的 怎么就死了呢 我走了 我走了 乔玉 我要走了 你 就要回老家了 刚才你说 如果我对你的礼物很满意的话 就常常会顾你的小殿 我想说 我很满意 那么 我一定回来 那我会等你回来 大人 您是杨杜芝的好友 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我们这次前来 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下杨大奇的情况 不知生前他是否有仇家 杨贤帝这个人 他是比较随和 仗仪淑财 同僚之间 关系又极好 即便个别人有点嫌隙 也不可能造成杀人的动机呀 据我所知 杨大奇最近心情很不好 杨府上下没有人敢问他 请问 衍大人您知道吗 杨大人 可有难言之隐 但说无妨 杨贤帝最近心里面 确实有个烦恼师 那个严世维呀 他是个什么东西 属狗的 他就咬着我不放了 他 不但四处造谣 不放了 背后查我 杨贤帝 不放了不放了 你喝太多了 杨贤帝 你跟他们去计较什么呀 他这种人 不过就是图个一时口舌之力呀 成不了大事 莫在意 莫在意啊 好 昨日我跟杨贤帝闲聊 就这些了 颜世维和杨大奇 应何事结的愿 他们两个人的事 是众人皆知啊 细说起来 不过就是颜世维 无理取闹而已呀 悦闻其想 杨贤帝 杨贤帝是杜之孔木 这颜世维他也是 论资历马 他为杨贤帝要老 当年修膳玉清宫 杨贤帝负责调度 他被提拔为杜之叛官 而后 陛下去泰山封晒 他负责修膳行宫和道路 一应开支 又为众人 这颜世维自觉自己私利 比杨贤帝要老 没想到让杨贤帝后来居上 他就怀恨在心 屡屡造谣重伤诋毁杨贤帝 这年初还有传言 说杨贤帝要提拔为杜之傅使 这颜世维啊 就更加度火中烧 变本加厉了 那您觉得 颜世维有可能是杀人凶手吗 这不可能 现在被调查 被谣言重伤的是杨贤帝啊 要是杨贤帝奋而想杀他 这还有可能 一眼大人所言 颜世维告杨大齐的状 都是捏造出来的吧 那是自然 杨贤帝他为人清廉 杜之障目十分清楚 他不可能会中饱私囊啊 颜世维告杨大人 杨贤帝的书房内 也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墓 你没有看错 这的确跟杨贤帝书房的是 一模一样的 这是杨贤帝亲手做的 杨大齐还有此爱好 杨贤帝他兴喜雕刻 我是匠人出身 蒙他不弃 视为知己 我们就倾囊相授 我这里这一套 是杨贤帝亲手做了 送给我的 而杨贤帝书房那套 是我亲手做了送给他的 护为纪念 原来是两位大人 有仪的见证 怪不得杨大齐 要把他摆在 最显眼的位置上 不过现在 我只能一个人 面对这些东西了 独物死人哪 你们看 杨大齐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重了 老夫已经告老还乡 不算大人了 哪里哪里 大人 在下告辞了 大人留步吧 告辞 请 请 请 找严实为 严恐不问话 大理寺 找他有事吗 问你话呢 为杨大奇一案而来 快说 严实为在哪儿 他不在 你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那 那请问 现在他身在何处啊 我怎么知道 嗯 那么 告辞了 哎 哎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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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拉着我干什么 你看看他们一样怪气的 他们是管钱的 要不是我欠他们钱 哎呀 你好了 人家是管钱的 也不想惹麻烦啊 你说你这不好吃大人 哎 行义 帮个忙啊 哎 大人 哎 谢大人 请问严实为严恐目 在哪儿啊 严大人给了我一吊钱 叫我买了酒肉送去 现在应该在库房吃酒呢 有劳了 大人客气了 走 咱们去看看 嗯 这谁地方啊 好像八百年没有人来过了 好像八百年没有人来过了 此处啊 是杜芝斯的库房 存放废旧帐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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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在那边 大人 臭死了 严大人 噩梦 都是噩梦 你是谁啊 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是大理寺的 来向您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杨大齐 你们打听他干什么 他要死就死 关我屁事 又不是我逼死他的 你们找我干什么 北斗苏办案 行个方便 严大人 您先冷静一些 我们来找您 只是问一下情况 严恐目 你是否曾经多次告举过杨大齐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事 是啊 是我告举杨大齐 他贪赃枉罚 我为什么不能告举他 可是 他不是我逼死的 不是我 我没有逼死他呀 你冷静点 我跟你说 杨大齐死了以后 最难过的是谁呀 是我呀 所有人看见我 都冲我指指点点 恨见我就像看见 撒门星一样躲开呀 杨大齐 不是自杀 是他杀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所以你不必内疚 我们此次前来 是想调查清楚 你告举他的那些罪状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当然属实 我跟你说 玉清颖赵公 原本要耗费十五年修建完成 耗费三万万贯 可是现在 只花了几年时间 就修建完成了 耗费了五万万贯 朝中重臣和陛下 都以为是多花了钱 所以见到得快了 可是事实远非如此 什么 泰山风扇 七百万块 同样远高于玉姑之初 但旁人看不出其中的旧礼 我阎某人在杜芝寺干了半辈子 怎么能不知道其中有鬼 阎孔木 我们相信你 但你是否能拿出 杨大齐贪赃枉法的证据 我跟你说 我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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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烦我了 我阎世为现在 裤裆里藏皇你 阎孔木 你大不能够呢 我不想陷得太深 人 人死为大 杨大齐死了 我再帮助你们去查他 给他死以后定一个罪名 那你说 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阎某人在杜芝寺 还能有一心之地吗 阎孔木 阎 走开 阎孔木 你别这样 大人 走开 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 走开 走开 不要烦我 查了一遭越查越乱 现在毫无眉目 以后该怎么办 你怎么了 我们北斗司是做什么的 掌管天下齐人一事 查办天下齐案要案啊 那我问你 这查案最关键的是什么 武功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总有人的武功 会比你高强的 那你说是什么 观察力 大人觉得 阎世为有可能是凶手吧 你觉得呢 我看不行 不错 阎世为确实和杨大齐有恩怨 但是也不至于把他杀死 阎世为正在告杨大齐的黑状 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杀了 那岂不是引火上身呢 是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谁 杨夫人 杨夫人 你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他杀了杨大齐啊 大刘也说了 这谋杀案中比例最高的呢 一就是情杀 二呢 就是仇杀 这杨大齐 并没有跟别人结过什么仇 也没结过什么怨 所以 最有可能的 就是情杀了 杨夫人确实有隐情 但应该与杀人案无关 总之 一切有一点的地方 我们都要查 轻衣 你去杨府上上下下打探一下 包括厨子 还有买菜的这些下人 看看能了解到什么情况 是 见过严氏惟之后 我现在反而怀疑另外一个人 谁 魏林 当朝宰相 你 怀疑他 修建玉清宫 泰山风扇 这两件事都是由魏林负责的 如果说杨大齐 是靠着这两件事情步步升迁的话 那么魏林 则也是通过这两件事情 获得了越来越深的胜券 相比之下 她才是最大的赢家 天下之大 子杀父 欺世夫的事情 虽然是挺少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啊 会不会是那个杨夫人 在外边认识了一个什么小白脸之类的 回家之后 就把杨大齐给杀了 说到对丈夫的忠诚 难道还会有人超过杰发妻子啊 我猜啊 只有那些不三不四 狐媚祸主 但凭姿色于人的激气侍女 才最会背弃丈夫呢 我怎么就跟你解释不清楚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这种事情虽然是傻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当时杨夫人的表情多奇怪啊 还有大刘也说了 这关键的东西都藏在细节里 这细节就是 柳随风柳随风柳随风 柳随风那么好 你让她带你去啊 搞什么 我到底是小孩子的脾气啊 怎么说变就变啊 严世伟 大人 他醉得厉害 严孔木 我了解你受人排挤的心境 也了解你左右为难的心情 但你要知道 杨大齐被杀 如果你不站出来澄清 那他被杀一案 这个黑锅将永永远远地 扣在你的头上 你能忍受 世人的冷嘲热讽吗 你能忍受百年之后 寄入史册的你 是一个既贤度能 谋害同僚的小人吗 杨大齐是他杀的 谁会要杀他呢 是不是有人要杀人灭口 修建玉清宫泰山封善这两件事 就算有人从中探末 也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孔木杨大齐 他背后一定有人 找到他背后的人 很可能就找到了凶手 但要找到那个人 首先要找到杨大齐 探末的罪证 如此一来 你也能寄托 寄千度能的罪名啊 闫大人 我的话说完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窦某随时在大理寺 公候你 大人 你和一个罪鬼说这么多 他记得住吗 他在装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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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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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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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徒弟逼死师父 说说看 查到什么了 我非常怀疑 杨夫人 杨夫人 不会 不可能是她 你这态度怎么跟姚光一样 我刚说杨夫人非常有可疑 她就大为不满 说杨夫人是结发妻 绝对不可能什么的 你说好笑不好笑 就算是结发妻子 难道就不能是杀这凶手了吗 姚光这么说 也不奇怪 姚光就是因为她父亲冷落了母亲 所以才离家出走的 在她眼里 所有正事都是好的 父亲身边的其他女人 都是狐狸精 自然不瞒你怀疑杨夫人了 这个臭小子 他哄两句就走 没耐心 那你为什么说 那个杨夫人 不可能是凶手啊 我在查案的时候 发现杨夫人的悲气姿态 十分虚假 你想 丈夫都死了 她的悲气却是假的 这难道不可疑吗 不错啊 这就学会观察了 好了好了好了 如此可笑 你快点说啊 杨夫人为什么不可能是凶手 你观察到的呢 我也观察到了 之前我也怀疑过杨夫人 可是 你们忽略了一个人 什么人 春梅 春梅是谁啊 一个丫鬟 杨府上下几十个丫鬟 我怎么会注意那个春梅呢 杨府上下就算有几百个丫鬟 那晚侍奉杨大琪睡觉的 有 且只有她一个人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杨夫人好像提过这个春梅 可是 她只是一个凤茶滴水的小丫鬟 杨夫人也就说了一嘴 你们也就忽略了 所有作案的人 除非是自己不介意被发现 否则一定会特别谨慎 留给你们的线索 通常都在很细微的地方 或者 很不起眼的人身上 老爷 你究竟 什么时候才肯给奴婢 一个名分呢 不急 不急 快了 快了 我看 是要等夫人死了你才肯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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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是什么事情 必须等我死了之后才能办 夫人夫人 这是个误会 是什么事 不急 你 有什么事 不急 不急 你 有什么事 是什么事 你 那我就送你去一个 尽情勾引男人的好地方 夫人 我 绑架 把他拖出去 卖到最低贱的窑子去 是 夫人 走 老爷 救我 老爷 快点 救我 放手 姚大齐 你说什么 夫人 放了蠢梅吧 我准备 拿他为妻 姚大齐 你当年凭贱至极 你是如何许诺我的 你当年佳品 无力读书 是我卖了所有的嫁妆 来供你读书的 是 你进京赶考 是我不顾体面 回娘家恳求 凑足盘缠 才供你进京的 这些你都忘了吗 夫人 你看我 这么多年 不是一直都依着你吗 她呢 她 她 她 我 她 她 你这个寡烈贤痴 妄恶莫义的家伙 你说呀 你 你 你 快点跟我说呀 救我了 你 救我了 那次之后 杨夫人心如死灰 便常年居住在后宅 与杨大齐形同陌路 而杨大齐或许是愧疚 或许是心虚 也为那春眉为妾 只是把她调不到身边伺候 所以 杨夫人虽然与之不合 但是爷已经相处了那么多年 并没有杀她的理由 况且 要杀 也应该杀春眉才是 是 你这些言是从哪儿听来的 到底靠不靠谱啊 你忘了 昨天 我去找杨府的丫鬟都交流过 我辩方府中 知道了杨大齐和春眉的事情 只是 我未在丫鬟中 找到春眉的痕迹 便去寻她 杨夫人那么快就把春眉处置了 这种事情 在大夫人家中并不罕见 妾是受男主人宠幸 夫人无可奈何 可等男主人一旦过世 正是夫人隐忍多年 便会马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肉中刺 说来真是可怜啊 等我赶到的时候 杨家的管家已经把老宝叫来了 要把春眉卖掉 哦 我知道了 是你救了春眉 他对你感恩戴德 自然会把一切前因后果 都告诉你了 除了知道 杨夫人不可能是杀杨大齐的凶手以外 我还确认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杨大齐临死之前 一直在为一件事情心烦 有人告举他贪慕 你也知道 我去衍政府上的时候 已经查出来了 衍政怎么说 衍政说 杨大齐在死之前 一直在为延世为诬告他这件事情烦恼 我听到的消息 可不是这样的 《未经病》 谁管我们是否知晓红尘就此 谁推特拿上空门朝朝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火转身离断青丝 心火不灭了其实 才说醉生梦死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谈 步步两成不忍辱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无憾我彼此 原来生无憾我彼此 心火不灭了几时 才说醉生梦死 心火不灭了几时 狼套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谈 步步两成不忍辱死 本无憾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无憾我名字 原来生无憾我名字